沒有錯 每一個人都說要選出台灣未來的希望 未來的希望在這邊就是我們的年輕人 今天來到了這個庶民開獎的現場 有非常多的年輕朋友 首先這一位 先生你歸姓 我姓王 你是桃園當地人嗎 對 我桃園當地人 今天為什麼會特別出來 有什麼動力讓你出來 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真的做得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因為韓國瑜是真的會做事情的人 不是說像民進黨說的 整天在那邊喝酒玩女人什麼之類的 他是真的很有政見的一位政治人物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當總統 我們的經濟才會好 人民才有錢才有飯吃 人人有錢賺 你覺得現在日子過得不好是不是 沒有錯 在座的所有的台灣人民 要就是要有經濟 經濟好台灣才會有錢賺 人人才會有飯吃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市長真的當選了總統 我相信他所說的政見 他一定會一一實實的下去做 不會騙我們台灣老百姓 你覺得民進黨政府有在騙老百姓 我覺得他是真的有在騙老百姓 你看他這四年的政績做得阿力不達 會做會當過不去做 幾天貪污 自己做的不做 貪污貪那麼多錢也不在做事情 我們這種台灣為什麼要選賠這種不做事情的人 要選要選也要做事情 你看民進黨 長到多少的國家 為什麼會長到就是因為他做事情做到讓人不信任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做總統台灣一定好 大家讓韓國瑜一次機會好不好 韓國瑜加油 其實說來說去大家其實就是希望能夠過好日子嘛 那麼在今天我們來問到另外一位年輕朋友 你現在對時局很不滿嗎 大家好 我今年29歲 阿姓簡 你也是桃園在地人還是從哪裡過來 南侃 我住盧竹 那今天我只是想要表達是說 年輕人可能是使用網路的世代 那跟各位叔叔阿姨們可能不同 各位叔叔阿姨很常就是透過身體例行的方式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以往的話我也可能是看一些網路上的訊息 然後電視上的節目所播的訊息 那今天我剛好路過這邊 想要來看一下說 全民庶民開獎的狀況這樣 那最後我只是很簡單的表達是說 其實還是有年輕人願意把鍵盤放在家裡 自己走出來看大家的聲音的 那希望我們能在台灣這個土地上 拿著國旗喊中華民國萬歲 謝謝 是 你剛剛有說希望大家從鍵盤背後走出來 因為你是年輕人嘛 那你怎麼看待現在這個網軍案被操作成這個樣子 楊慧如還沒有回來這件事情 而且謝長廷似乎現在還在包庇他 怎麼看 我這樣講好了其實我沒有特別的政治立場 但是我會比較傾向去用耐心去聽對方講話 而且不是說對某件事情我就出一張嘴而已 那可能我講話也不是很有邏輯 我會帶一點心思去了解韓國瑜的政策 謝謝 謝謝 我們聽到這位年輕人朋友的心聲 他說要好好用理性的角度去思考這些候選人的政策 那麼這一位也是年輕朋友嗎 37歲 好 您也是從哪裡來 我住桃園八德區 今天為什麼會來 就是下午起來然後看到你們在直播 然後我媽就說一定要過來就趕快過來 為什麼一定要過來 因為要說出我們人民心目中真的聲音 就是我們真的被這個民進黨政府騙太久了 對 他執政三年半 我真的已經一天都忍受不下去 你被騙了哪些事情 你覺得哪些地方受騙上當 各位庶民朋友們大家好 好 你們昨天有看那個我們總統的那個政見直播嗎 有 蔡英文說 反滲透法 不是那個要修理我們所有的台商在大陸的 我請問各位一個嘗試就好了 你今天只要去大陸的人跟大陸人交涉 他只要他就可以扣你入贅 請問一下 台商他是會比較安心還是會覺得很危險 對啊 然後大陸的我們要往來 李扣先生說要維持現狀 你弄一個反滲透法 請問一下 我們的農產品如果要銷到大陸去 大陸知道我們這樣子教訓他們 他們會要我們的訂單嗎 不可能 不可能 連三歲小孩子都知道 所以你為什麼要這樣騙我們 你如果真的討厭大陸 你就直接說台獨就好 你也不敢喊台獨 要統一你也不敢統一 所以你到底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 好幾個 好幾個